大家好,我是Cindy 从今天开始,Cindy又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新的视频系列课程 叫做Cindy液化JSP 也就是说这套课程是让大家全面了解和学习JSP这个web编程技术的 好的,不再多说废话了,我们开始学习吧 今天呢,我们将要学习Cindy液化JSP系列视频课程的第一次课 JSP简介和运行开发环境介绍 那么JSP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它一般都应用在什么样的开发模式之下呢? 我们如果要学习和掌握JSP,首先就必须要解答这第一个问题 好,JSP到底是什么? JSP英文全名是Java Server Pages 翻译成中文就是Java服务器的页面 叫服务器页面技术 那么JSP呢,是由Sung Microsystem公司倡导 许多公司参与在一起 所建立的一种叫做动态网页技术标准 也就是说JSP实际上是用来制作动态网页的这样一个技术 它是应用在Web开发模式之下 那好,那么JSP竟然是做Web开发的 之前Cindy有套课程叫做Cindy液化ServNet ServNet呢,也是做Web开发的 那么JSP跟ServNet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看到这一句话,实际上JSP本质上就是一个简化的ServNet设计 那么为什么说JSP是简化的ServNet设计? 因为在Web服务器下,就支持Java的Web服务器之下 JSP所做的一些动态网页 实际上是会被在底层转换为ServNet类 请记住,JSP会被转换为ServNet类 从而Tomcat服务器,例如TomcatWeb服务器 它最终执行的实际上是JSP转换后的ServNet类对象 好,那么JSP技术呢,虽然在底层会被转化成ServNet 但是它表面上看起来,跟ServNet一点都不像 反而呢,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ASP技术 实际上呢,它的语法实现就是在HTML文档中 注意,HTML文档 用特殊标签,记住 在HTML文档中用特殊标签引入 加瓦代码,这个就是JSP技术 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从语法上说 JSP实际上是HTML加加瓦 只不过这个加瓦呢,是用特殊标签 也就是Tag引入的 OK,那么这个JSP文件的后罪名 不是点加瓦,请记住它并不是点加瓦 它的后罪名是点JSP,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每新建一个JSP,它的文件后罪名都叫某某点JSP OK,用JSP开发的web应用呢,是跨平台的 既能在Lilux下运行,也可以在其他操作系统上运行 这是加瓦本身所带来的特性 因为加瓦是跨平台的,所以JSP也是跨平台的 好的,既然JSP本质上还是加瓦 只不过这个加瓦是用特殊标签嵌入到HTML文件之中 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做JSP开发的话 首先你必须得了解HTML这个技术 当然,学习这套课程之前呢 我默认为大家是已经对HTML有一定了解的 好,这个呢,就是JSP技术的这样一个简介 那么第二个,JSP的运行开发环境是什么呢 运行开发环境呢,各种各样 你甚至都可以用记事本来写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用什么呢 还是用脑一套,MyEclipse 因为MyEclipse它集成了很多插件嘛 既支持Java的,也支持JavaWeb技术 还是支持很多框架技术 相对用起来呢,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MyEclipse 至于MyEclipse上怎么建JSP 请记住,既然JSP是做Web开发的 所以我们必然会新建一个什么呢 Web项目 因为我使用的是MyEclipse 2014 看你们使用的是什么 建一个项目叫做Web3 JavaVersion的话我还是采用JDK1.7 因为我装的是JDK1.7 这里JSTL默认吧 接下来下一步,原文件夹的名字叫做SRC 输出也就是说编译后的Java内 会放到WebInfo的Classes之下 紧接着上下文的路径Web3 然后这里content内容路径是WebRoot好不便吧 但有一点 第一它会问你,要不要自动生成一个index.gsp 好,welcome file,要不要自动生成一个欢迎页面 这个欢迎页面叫index.gsp OK,打上勾 第二个它会问你,要不要自动生成一个web.xml 好,我们也打上勾 没有什么了 OK,点击finish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web项目 那JSP的开发呢 跟Sovernet一样也是在web项目之下来开发 跟Sovernet不同的是 Sovernet是加网文件 所以它一定会放在SRC之下 但是JSP呢 一定是要放在webRoot之下 当然它不一定放在webRoot的根本物之下 可以在这里 新建一个folder 比方说demo 在demo之下去建JSP 这样有助于我们的这个分层架构 而index.gsp呢 就是自动生成的那个欢迎页面 它呢会默认放在webRoot的根目录之下 这既有设计又有代码 我们直接用openlace 以MyEclipse.gsp editor方式打开 好 这个就是自动生成的index.gsp 好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好了 JSP开发的一个web项目 这个web项目的是通过MyEclipse2014来创建的 好的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JSP简介和运行开发环境介绍就到此为止了 请大家特别注意什么是JSP JSP是上公司 领头制作的一种web开发的技术标准 那它本质上呢 会被翻译成servernet类来执行 而JSP呢 表现形式 它的语法表现形式是在HTML中用特殊标签引入的加瓦代码 好的 那么JSP文件的后缀名是.jsp 运行开发环境呢 就我们这套课程而言 我们使用MyEclipse来进行开发 好 一定要在web项目下建JSP文件 好 那本次课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课再见